来的熟悉场景这期呢就是狗分享 大家可以看到眼前这些这一对盒子 还地上这些呢就是我近期在海淘平台上淘的宝物 所以今天有点不一样 大家眼睛不要618只盯着淘宝 但海淘平台折扣力度真的非常大 千万不要错过 这期我在发发机上买的 大概三五天就到了 觉得哇好迅速 而且他们是早上送一次下午送一次 就是那个人说哎你还有吗 因为他都是一件一件是一个盒子 就各个地方发过来的嘛 他就捧一盒子来敲门说你好 这些要签一下名 你下午还有吗 因为前两天下雨嘛 然后我说好像没有了吧 然后结果他下午又来了 嘿嘿非常的尴尬 这不是重点 我们重点就是我有很多很多 我想要分享给你们的品牌 先给大家来个简单的开户小菜 Etudes 我买了这两个颜色 就是他用的颜色特别多的 比较经典的黑色和这个蓝 还有自己取名叫Etudes蓝 就他觉得这种蓝非常的纯粹 其实他和可莱英蓝 我觉得颜色还是比较接近的 这上面的图标 就欧盟的这个标志 也是他比较有特色 经常会用的这个五角形的 我给你们试一下 不知道我带的怎么样 其实蓝色带上也挺好看的 另外一个是这种 印了他们大logo的托特帆布包 就比较大 这样夏天就可以装非常多的东西 他们这个英文logo背出去 其实还挺拉风的 就比上什么奇奇怪怪的品牌logo 背出你心里会觉得我好像很掉价 就不太会有这种感觉 虽然我这个形容好像也不太对 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 他们开始做印刷艺术杂志出版之类的 就类似于这种很创意杂志这种的 一开始的时候和很多品牌去做一些联名 联名之后他们觉得 你在这里面尝了一些甜头 就觉得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可以发展 把我们这些都融入进去做的设计能 也会很受大众喜爱 他们就开始专心做 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 他们会有一些完整的秀 洛克会出现 还是以南朝为主 比较偏街头 你可以看到这些单品 反正他们还蛮病毒式的 他们会有一些人素 可以让你对他们有非常浓厚的记忆点 接着要分享的是 我今天刚发现我自己 立刻爱上相见恨晚的品牌 Story MFG 我手上有两件单品 是一件是衬衫 一件是这样的 真正的开衫 这个比较涉嫌的天气 我是等一下想给你展示工艺 先说它 它是个有机棉的衬衫 我当时看洛克的时候 我以为它是滑溜溜的面料 拿到水中 没想到它这么软糯 它这样软糯的程度 它可以保持很清爽的感觉 真的很难得 你可以看到上面很多这种 蕴含着大自然的底蕴的图腾 是他们的一大特色 包括颜色 两个设计师和一群这种 纺织工人 染色工人 刺绣工 大家一起在打森林里 慢更细做出来的衣服 所以你就会觉得 你花这样的钱去买它们衣服 是值得的 他们就致力于这种传统工艺 融合现代的剪裁进去 包括它的色彩 洗水 这方面都非常的日式 你看 这件针的上面 就有很大特色 就是它这种钩针 编织钩针的艺术 包括它这种刺绣 它会做出这种 大自然 山卵 琥珀这样的颜色在上面 在这件事 Ziggy穿的这张长衬衫 是人像的旁边这个背影 然后这边是黑色 这边是拼了一个亚麻黄色 竖条纹的 它的面料用的是统岸纤维的 所以它非常的凉爽舒适 夏天穿一点都不舒服 而且这个版型巨好看 因为我是他们家脑残存 它其实去年就上线了 在上海有他们的店铺 我每次去的时候呢 我都去去瞻仰一下 后来我想开了 就是你去看这些秀啊 看这些店铺没有用 你一定要自己传到身去感受它 体验它才行 我真的犹豫了很久才买这件 拿到手之后你就觉得 哇 它面料都是香的 散发这种弹香气 现在是个比较大的 这样的 Gero Thunder的这个 帆布的斜挎包 但它非常的大 它有几个规格的 反正都在折扣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它之前不是有个烂打 就是这样的 帆布上面有印字的吗 这个不一样 它上面挂了 这个牛皮的这样小包 包带足够大 然后我很多衣服都可以搭 它就 我就把它入了 如果你们觉得不好看 不喜欢 不OK 我可能会难过 所以你们肯定要说它很好看 就敷衍的 假惺惺惺说它很好看 都要说 知道吗 让我看到 它外面包的是这么一个袋子 我觉得它们这个袋子还挺 包装袋也挺好看的 对 从它包装袋上就觉得 不同的反响 有没有 这是ByWally的一个 脸孔的渔夫帽 就是我有收集这种 奇怪的帽子的癖好 我先带给你们看一下 这很酷 感觉有一种夜行侠 或者那种沙漠 徒步行走带的帽子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有很多刺绣 航缝 各种布料拼接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品牌最大特色就是这样 用三个词形容 它就是昂贵奢侈工匠 它是设计师 它很喜欢从世界各地收集 各种名贵的面料 然后进行自己的理解之后 把它们拼凑成新的不同的单品 所以它产量也非常的小 就比较金贵的一个 我这个帽子 它有很多好看的那种外套 裤子 我这个帽子只是它的冰山一角 就这么小 芝麻头的 大家知道吗 好 换下一个 一个小精灵一样的一个 小玩偶的挂镜 插手机的 Waterbank Berrydunk 就是安特卫普 老顽童 天马行空 是它最大的特色 我发现发发起上 它们的款款超全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上面这个是玻璃是镜子 这样反光的 它的脚上手上都有 你看这几个是之前买的 大家问的比较多 现在刚好有机会 能给你们一起分享 这算是比较适应一点的吧 第一个是这种方头皮鞋 是Martin Rose的 已经算是满大街 比较热门的一个款了 但也有很多仿的 大家买还是去买真的吧 它有好多不同的款式和皮质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选去挑选 这双是亚瑟士和GMBH的联名的一个双方联名 然后这个是一个巴基斯坦的一个凉鞋改良的一个版型 然后上面是皮革的 你看这个流性型交叉在一起 我当时就是被正面图这样的款式所吸引的 上招抓地感的穿进去超级舒服 这些最近都有在折扣的 你们喜欢可以去看一下 这两个颜色是我今年用的比较多的 Uncovered 然后其他的单品我可能买不起 但是时间还是买得起的 而且我很喜欢用丝巾做造型的 这两个颜色都非常好用 一个是一种黑白的 一个是这样 红色的 分享这些全部都是我在发发奇商买的 折上折的活动 有很多的全新单品的三折到五折 包括它年底会有双十一啊 黑五包括年中的折扣 也特别多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 然后它有一个新人码的 就是在首页它会有一个折扣嘛 你要把它在买单的时候 如果你是第一次买 一定要用这个油卫会 这种薅瑶毛一定是要薅的 就是你把它输入这个进去 它会有一个蛮简的 好那我们这一期就这么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嗨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防疫小卫士男友 今天呢 我们这些从国外回来的海淘的盒子 大家都是要消毒的 里里外外都给它消毒 而且现在从广州收回来的快递 大家也是要消毒的哦 就是里里外外都消毒 一定要用酒精消毒液去消毒 当然不推荐我这一款哦 因为它感觉不是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现在用那种哇 酒精味超子重的 消完毒之后心里才可以安心 特别是在门外的时候 就把这些盒子全部消过毒哦 里面要消毒 里面要消毒才可以拿进房间里面哦 然后我们再开心的开箱 取窗截他们 好的 今天的防疫 防疫作传声援就到这里 结束了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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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